辛苦賺的錢 竟然都給他拿去買這些 我完整了部分的你 同時我也被你遺失的部分狠狠 侵蝕 我是什麼 鹽酸嗎 只要肯道歉啊 只要醜 是錯能改吧 是錯能改跟你沒改啊 原來K書中心是一個八千歲 喔 我愛的 欸 還阿姨換男友了 哈哈哈哈 嗨 我是 Iris 我是蔡楠 我是媽媽 還是我媽 我跟你講 今天要不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要來分享我十年前的手帳 超級好笑 媽 超好笑 而且我覺得最期待的是 我們今天就邀請了媽媽來 邀請惠美來 因為有一些事情 惠美根本不知道 對啊 第一個我們就先從2013開始 新年新希望就是 希望可以考上家女 那時候很喜歡寫一些 就是勉勵自己的話 對 就是每一個月 都會有一個激勵人心的 小禁句 若學不會喪氣 人要往前走去 按壓 這一年的3月2號 有一個人叫 寶貝勞工birthday 阿姨誰是寶貝勞工 我就真的不知道 原來你在國中就偷偷開始 國中就發春啦 明明你國中就獨家 一國中都女生 在贏女生 還是你喜歡女生 還是你在補習班 補習班喜歡的男生啦 那你們在一起嗎 千千小熟而已 人生的挫折 好在有蛇就有的 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我不能理解 這兩句話的觀點性 人生的跟挫折沒什麼關係 對啊 我怎麼知道 我這都寫的啊 在5月5號 她說 放心不下 卻只能放你飛翔 給你背 也要故作堅強 哈哈哈哈 這時候很喜歡 超歌 好我們來快速的樂團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可以當你現在 這輩子的人生經驗 來 別老是犯了錯 再不停的道歉 哈哈哈哈 我刺驚還是一直犯錯 然後不停的道歉 來第二本 好第二本 再來 我幫你麻煩 你不用麻煩 哎呦我們來看你覺得有什麼有趣的 哎呦老話 好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哎呦總要跟妳有關係的了 3月的16號禮拜日 和臭貓咪吃飯 妳是臭貓咪 對她是臭貓咪 要做的兩件事 幫她服務 替她烤肉 倒飲料 用調味料 還被她罵 然後還貼了那個很文青的紙膠袋 躺著野中腔 自己自問自答喔 她說為什麼要喜歡她 因為想追上她 為了她倫敬 很勵志欸 有沒有 很有勵志 然後她今天 再下一天 她今天坐我對面 高中了 喔高中 已經到高中了 她都沒有寫說她 沒有考上家女 心情不好的事喔 沒有啊 就讓她過去 就讓她過去 她沒有心情不好欸 對啊 我們覺得任心現實啊 沒考上我們就只能認命 接受這個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高中的 嗯 8月27號 交了一個新的男朋友 三個愛心 是我初戀的開始 阿姨妳還記得這件事情嗎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她是學長啊 她就一樣是在 她就是 是因為 吉他社 對 就吉他社開始認識 阿姨那妳還記得有一件事情 我幫 她背鍋嗎 那時候呢 反正 Iris呢 就是在吉他社 跟一個學長交往 然後小情侶呢 難道沒有鬥嘴 然後在一大早大概 八點多吧 早日期的時候鬥嘴 欸不小心呢 這個 Iris的手機 就撥給她爸爸了 對 這件事我知道 非常印象的 就是因為那個 她爸一直聽說 喂 喂 喂 然後結果 那個聲音呢 是一男一女在吵架 喔 她爸會嚇死了 還有最主要是 蔡英雄一直哭 對 我很愛哭 然後他們就衝過來學校 對 就開始狂找這一對人 對 啊殊不知後來呢 不能讓爸爸發現說 她有交男朋友 所以我就背著這個鍋 然後她爸就叔叔 還跟我說什麼 啊 小年人 不要脾氣這麼壞啦 真的 我爸很生氣就說 笑 他都會找某語笑 然後我媽一直也說 一樣 這個禮拜是 整天都溺在一起 跟男朋友的一個禮拜 阿姨你看你女兒 高中都在幹嘛 我知道 沒有我的朋友 都有看到他們兩個手牽手 一起走回家 好這問題 所以我們接下來 到進入了201 啊我們一打開 就先看到一堆合照 欸阿姨我問妳喔 高中的時候 她有出門過夜 跟男朋友 妳知道嗎 我不知道欸 有一次我不是去參加那個 DF30嗎 喔 啊對 妳有跟我說妳去高雄嗎 對 而且那時候我媽就一直問我說 那個女兒妳到了嗎 到會場了嗎 會不會很餓啊 然後我就是好餓好餓 然後傳那個 然後再叫我朋友 同班同學傳那個 就是當下的畫面給我 然後再轉傳給我嗎 她說 終於一起出門過夜了 全世界最幸福的 不是看片最美的風景 而是和我一起的 妳 哈哈 哇 我該吐了 騙媽媽一直騙媽媽 大家小朋友不可以騙媽媽喔 畢業了 畢業了比較不會再寫一些奇怪的話了吧 可是她那個高中三年級 不是跟老師常常出現一些狀況嗎 都沒有寫在裡面 都沒有寫 因為她可能覺得不重要 我去參加親師會就發生很多事啊 好妳給大家分享 沒有就是親師會老師都會跟我告狀啊 她就覺得Iris到底我是怎麼教養的 哈哈 到這麼嚴重怎麼教養的 對啊 因為老師都問她說妳回去問妳媽 結果她說我媽也這麼認同我 哈哈 結果明明她沒有回去問我 搞得老師就覺得 欸那兩個母女怎麼做一個樣 呵 這個件事讓我非常生氣 給大家看小梅子跟菜男的照片 怎麼樣 不能只要問我自己丟臉啊 妳以前寫給我的卡片也超好笑 然後妳唸 問選小公主 她以前說暗戀我 她就笑我問選小公主 真的是 她說能在高中遇見妳 跟我個性激發的一模一樣的妳 很幸運 好不容易磨合成適合彼此 拼圖上的那一角色 我想說好會謝喔 有過爭執 有過好幾次都想 再也不理妳 但好險我們都認同 並且清楚的知道 對方都是自己 無法忍受失去重要的人 好啦好啦我是 哈哈哈哈 我認真比較久 我認真比較久 你確實啊 你們現在是不是 都重要的 妳知道是不是很喜歡我嗎 我真的沒有欸 阿姨 接下來我們進入2017年 剛升大學的時候 今年沒有很認真生活喔 哈哈哈哈 我很認真在體驗大學生活 所以可能都在喝酒 對不對 在喝酒 哈哈哈哈 大意的時候就知道喝酒啊 我們進入2018年 這個看起來很豐富 妳這件子長得好怪喔 這我們之前去夜店的時候 拍的 還有假的業績 是嗎 他男友啦 大家這邊 幫我滑掉 我知道這個人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不行 我也說不行喔 我們兩個那時候 贊同一陣線的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很喜歡他 全部一堆人都說不OK不OK 他還是偏偏愛得要死 真的 沒了 這本沒了 倒數第二本 有了有了 2019年我開始會給自己 一個新年新希望 好 2019年 你的新年希望是 遇到困難的任務慢慢做好 擔心的壞事都不會發生 如果真的發生了 要記得笑 要記得有人會陪你 不要太想跑跑 你要勇敢 記得留在你愛的人身邊 記得誠實 記得當溫暖的人 記得你是特別的 記得要快樂 好好難過 不要害怕跌倒 2019的參選 加油 要相信自己一切都會變得更好更棒 那你有做到嗎 我盡可能就是要提醒自己 要一切會越來越好這樣 哈哈哈哈 有什麼好例子對不對 遇到困難的事本來就要做好 不能不做嘛 就是還是有悲傷的情緒 還是要記得快樂 記得要快樂記得要難過 啊這不是廢話嗎 哈哈哈 你就是會難過會快樂 遇到事情就是會難過會快樂 好我們今天看下去 沒有過去 那時候有手機了 所以就是有一些可能心事 反而會記在手裡 喔這是我們第一次去韓國 對 去比英文演講喔 對 來啊來一段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喔有了 喔你越來越多了 哈哈哈 來對不對 越來越多了 哈哈哈 I 2020 你告訴大家 做一個能為自己決定負責 並說出自己想法 勇敢且自信的大人 你做到了嗎 2023的現在 有吧 還可以吧 雖然是勇敢 有到勇敢 自信還在加油中 那最重要的是要為自己決定負責 有我寫嗎 對你寫的 對 長大就是一件痛苦的事 你會繼續痛下去 但會好的 你感覺一直在鼓勵自己 我一直都鼓勵自己啊 其實你寫的都不是新年新希望的期許 你寫的都是在告訴自己說 我要勇敢 我要健康我要加油 你的痛病就是這個 我看完你一整年的所有日子 可是 阿姨都去這也會知道 哈哈哈哈 我們母女就是這樣怎麼樣 那你們兩個一樣 知道嗎 哈哈哈哈 來我這邊唸 唸一下那個 蔡楠他在我 這20幾年 2020的時候 寫給我的 信 這是蔡偉寫的 對他寫給我的 怎麼寫的喔 沒錯 他很沒誠意 非常沒誠意 他用了一個那個誠 可能是餐廳的紙 他有什麼寫給你 我寫什麼 他說 Iris 這竟然是 他已經不叫我問選 小公主了 哈哈 這竟然是我們第三年一起跨年了 從來沒想過 我的人生會跟一個公主病的怪小 有那麼深的 那麼深層的連結 跟你說是朋友的關係 肯定不是 說是家人就太矯情 總之就說不太上來 也說不清楚 我完整 我完整了部分的你 同時我也被你遺失的部分 狠狠侵蝕 我想 東話黃文系的 就是喜歡寫這種 聽不懂的話 欸這是 侵蝕 對 這什麼 什麼意思啊 你是不是聽不懂 對 我跟你說 我現在也覺得好矯情 來念一下 你自己寫的話 這麼多英文欸 就是一些 這是我在什麼時候寫的遺書 2016 對 2016年寫的遺書 就是有時候突然覺得 人生會無常的時候 就會寫一下 然後想說 如果我真的發生什麼意外的話 我會想要跟誰說什麼話 然後他們可能看到我寫這些話 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 安慰到他們之類的 其實很無聊 我也很厚情 然後是寫這種 他開始就想 現在是寫小論文一樣 這個世界大家都 必會提起死亡或遺言 但是他們 他們不明白 鬥當不安的社會 活著是多麼 真實的幸福 這真的是寫論文 在這個 觸眉頭 或被當成公子的話 我就覺得沒關係 不如我死了算了 我的愛人們搬到這一夜 臉上會戴著酒 我的笑容嗎 答案是不會 然後給媽媽的話 希望媽媽不要失望 他這輩子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長大懂事一點 才知道他有多偉大 想要他可以開心 一天也好 是沒有煩惱的 在房間看電視 看到很無聊的那種 想要他休息 讓他過好日子 而沒用的 我只是心裡想想 有沒有實際行動 前中睡空想呀 你覺得可以實踐了嗎 有有我要實踐了 我要實踐了 我到底要火葬還是土葬 就是我聽過 最容易起爭議的 那我們就數葬好了 這有爭議 這有爭議的 就是數葬 絕對不要吹唆吶 最後一次最後一句 我想說的只有一個 我愛每個人 時間會帶走悲傷 我會永遠活在你們心中 希望你們都不會忘了我 然後好好的 連我的分一起快樂活下去 好好的 在March 然後最後又來了他一小段murmur 當然是希望這只是一張廢紙 我到一百歲之前我都不會拿出來 也希望自己走在路上不會被砍 實在要小心 平平安安的 好笑 我在笑死 你回顧完了嗎 我回顧完了 你剛有閃過很多人生的好嗎 我還想說他一直跟我勸戒說 媽媽你有空就要寫語 所以我想說他應該不知道寫得怎麼樣 那你現在聽完 你是不是寫得怎麼樣 我現在是問你怎麼那麼無知 你怎麼寫什麼東西啊 好啦 總之呢就是這樣跟大家分享 是有一些好笑的部分啊 有一些勵志人心的部分 用文字記錄心情 算是一個還滿不錯的習慣 我覺得是 因為就是寫下來的過程中 才能真的去梳理自己的情緒 跟發生在當下的事情 因為前陣子就是可能他狀態比較糟 或者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那要不要就是試寫 就是每天自己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明天期待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透過書寫的動作 其實有滿大程度的幫助 其實我以前就是 也有寫日記的習慣 好 那我們去開箱 我們下次去開箱 沒有沒有沒有 我日記已經因為都 我去回顧的時候 都發現都是悲慘的不好的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都丟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你要接受不好的自己啊 可是那時候確實就像你 你會寫手上就是 你會去扣 透過書寫去發洩 就是有一個出口的概念 我跟你講 我媽的手上裡面 一定有跟我換句話說一模一樣的 我就是在試 因為你們 你們就是現在年輕版的 跟長大的 你有沒有覺得 哪一 哪一句話鼓勵到你了 有沒有 你的喔 對啊 真的沒有嗎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欸我真的覺得我們 你知道是不是有點像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啊 我都喜歡抄歌詞 哈哈哈 真的很小 你要抄小虎隊的歌詞對不對 我會把歌詞抄起來 就覺得這句真的 喔 很好 對 真的 我要說什麼 就是祝福了 會扶你黨 這樣一直保有這個快樂的 對 口致的心 單純的心 好嗎 好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按 再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2017年的我 非常認真在上課 來我們翻一下我的筆跡 真的啥都沒有 這是筆跡而已 這是我們辦的活動啦 班聯會啦 這我們下情 嗯 這我們辦的 你有多喜歡2022 還設計 PewPew的東西啦 整個筆跡